去韓國單位練習生 我也是 莊敬高職第一 穿衣顯瘦 郭妮 他的IG可是 8塊附近的人 哇 加莫 他的抖音呢 擁有70萬粉絲 跳舞 就是墊別人 在增幻眼底是最帥的 哦 好 快上KKTIX 看詳細活動內容吧 一起上學吧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我的天菜男朋友 我們歡迎第一位 特別嘉賓 沒錄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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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好啦 可以 可以 就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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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歡迎第一位羅念的朋友 幫羅念來介紹一下 羅念來介紹一下他是怎麼樣 來 我跟你們說 絕對不會讓你們失望 我跟你講我找了一個厲害的 他的名號很厲害 是從那個米蘭讀書回來 是一個服裝設計師 他比我小喔 可是他比 米蘭在哪裡 米蘭在哪裡你知道嗎 在我們的 就是 左邊吧 來 BRYAN 哈囉大家好 我是BRYAN 然後我在米蘭的 Instituto Marangoni 讀 Fashion Design 我現在是 大二生大三 有進來就一股都意識單 對 不一樣的感覺 那個高級感 高級感 你們幹嘛 我以前也是服裝設計的啊 你穿第二話語聊聊 對啊 你來講不講 我們今天想穿衣服最有品味 你確定要怎麼做 我今天休閒 我今天走休閒 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OK 摩念跟皓文吧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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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叫米蘭也不是 他那天在他的衣服有小心機 Tag一下 Tag一下 他死 OK 好心 他其實他是一個穿衣顯瘦 我剛剛看到他的 他的IG可是 八塊腹肌的感覺 哇 我之前其實有偷摸過 喔 他給他看有 我的天啊 他現在現場 現場 可以嗎 沒有 學生那個超正態的耶 都要衝 有一個正態 直接拉 先請問一下你平常的興趣是什麼 我平常的興趣就是 玩電吉他 電吉他 可以現場秀嗎 可以 可以嗎 好 大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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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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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那想問你什麼時候開始學電吉他 我從12歲 對 開始學了 為什麼會想要學電子 因為剛開始看那個 終極一家 那我們想要問一下 就是你跟羅念是怎麼認識的 我跟羅念是因為 一個共同朋友 胡明瑄 他是胡明瑄的好兄弟 那我想問就是 你對羅念的第一印象 原本以為他是很 很漂亮亮的姊姊 原本 因為我第一天見面我就一直 就一直亂丟他 你知道我看到弟弟小黃也會 小黃看到弟弟會想要欺負人家 那當初為什麼會想要去 國外讀大學 因為我就想去看一下 比較不同的世界 那你自己本身是對服裝設計是有興趣嗎 對對對 就是我本科畢業之後 應該會先申請研究所 然後同時 開始把自己的品牌慢慢做起來 他好像有一個品牌的那個對不對 對就是開始在炒創的 自己創的嗎 對 他IG的那個很厲害的 那去看一下好不好 欸我們沒問那個理想型 我再要問我們再問他 那是耶 那耶是什麼 那耶是什麼 請問一下你的理想型是哪一種類型 阿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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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一件事嗎 你知道我們有一個叫做 台灣阿佑的人在現場 他就是稱台灣阿佑 台灣阿佑 他傻眼說 蛤 然後我們就先祝他的品牌 就可以成功了 對沒錯 做大做好 你會進口笑一下 你會放 好了好 謝謝你 OK 那我們現在來歡迎 蓉蓉的朋友 那你先介紹一下 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呢 他的抖音呢 擁有70萬粉絲 沒錯 好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來歡迎 詹菊安 嗨大家好我是詹 然後 我18歲 巨蟹座 我的專長就是 跳舞 就是 店別人 好 所以你一開始拍抖音的那個 企機是什麼 你說豬包店 就是疫情 去年都關在家 然後我就很無聊啊 就覺得說 為什麼他們跳這個舞 可以 這樣 所以你是去年才開始拍喔 就70萬 去年就好 那我想要 我有想許願耶 在那些抖音上那麼好 那我們可以親眼看看他 Dancing是要嗎 我想親眼看他拍一支抖音 那我就是 那我就是 最近就是去車幫我唱 好 好快 五六七八 Dancing吧 D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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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一下你跟嘔農是怎麼認識的 也是跳舞 對 也是跳舞認識的 對 所以對他低音這樣如何啊 就是小雜貓 沒有 剛開始就是他眼睛就是乖乖的 就是這樣 那你結果他畫得很多 沒有他就是小雜貓對不對 老實說 蠻瘋的 蠻瘋的 那榮榮你對窄的低音響 他就想說 就是一台 他是很善良的小弟弟 但他就是太屁了 那我想問你什麼時候開始接觸舞蹈 他其實沒有真正 在教室很認真去過 是最近 所以他是天神 天神 他女朋友也是抖音紅人這樣 然後IG也很紅 然後他們是 兩個都很會跳舞 所以他們是 就類似 抖音那種的 跳舞 你是喜歡就是他的 比如說外表心理還是個性什麼的 他年紀真的是有點小 但他的個性是不會讓我感覺是 我在跟一個小妹妹相承受 對對對 他蠻成熟 然後也都蠻尊重的 那興趣相同這件事是加分嗎 蠻加分的 就至少會有共同話題 就是 而不是每天都說我愛你 而你也愛我 那我們想問一下你的未來目標是什麼 有沒有什麼規劃嗎 我覺得我現在就是 先專心做自己喜歡的跳舞 就先一直跳下去 好 那我們就謝謝咱 謝謝 我們歡迎下一位 OK YA 那就是之前我要先介紹的 那他是一位 你知道 我最帥的好朋友了嗎 為什麼要吃啊 對啊 你幹嘛有點心虛 他在我眼裡是最帥的 喔 喔 又可愛又帥 你有看過這個男生嗎 就很可愛 那我們就歡迎許子柔帶來的朋友 5 6 7 8 Thank you 你還在旁邊拍手 你還在旁邊拍手 嗨 我是小儀 我是巨蟹座 然後我很會修圖 你知道嗎 他是修圖魔術師 他想問一下 你跟子柔怎麼認識 我們是同學來的固定班底 可是那時候其實我們沒有到很熟 沒有 我要先講 那時候 他就過來跟我聊天 然後之後我們就互追蹤 你知道IG的時候 我就說 他就跟我IG 我說你IG什麼 我看一下 這是誰啊 他照片真的是挺帥的 你知道他有一個趴在泳池上 對 菁姐的那一照 喔賽 而且其實 仔細觀察 他的五官其實是蠻好的 對 他其實 他其實以前就長照片上 沒錯 沒錯 我們都是親眼見證過 他有點重 他其實不小心就是 有加了多少 不小心 他其實真的仔細看他的五官 就變成 不要趴快鏡喔 那女士為什麼會踏上 就是 秀圖這個路 因為有一點 然後就開始這樣 可是要專業那個 這個也要花很多時間 蠻久的 蠻久的 那你修一張圖要多久的時間 我自己要發文的話 我一張照片要修一天 哈哈哈哈 那小姨對紫容必定這樣做嗎 就 熱人愛動漫 那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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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問一下 小姨 私底下的大概是怎麼樣 好 我覺得她是一個 勇敢 然後對朋友很好的人 就有一次我們去鬼屋 然後大家都嚇得敗死 你知道嗎 小姨圈著我的手 走在最前面耶 我手到幾塊 我手不動 對 你知道嗎 我覺得超有安全感 我都會覺得 哇 小姨 怎麼讓人這麼有安全感 而且 她很 就是比較想 逼的 哈哈哈哈哈哈 想問一下你為什麼會參加原子少女 因為小時候看那個很多節目 就是那種少女時代的那種 還有SUPER JUNIOR之類的 然後就 很想要體驗當明星的感覺 然後就參加了 然後參加後累死了 有一次抽成 我們大家一起吃飯 你知道我們在吃烤肉 結果你知道她來的時候 她帶了一大個水壺 她說我一口都不能吃 我在減肥 然後她那一壺是什麼 減肥 瘦瘦茶 對 對 我一直難過吸引她 她真的都不吃 她就只喝了 然後她看了之後 然後默默的喝一口茶 這樣 她真的很英俐 她真的很英俐 那現在有茶 還有怎樣喝 茶 多了 那你原子開始到現在 你瘦了幾公斤了 我其實瘦滿多 我本來110級 我現在有90級了 我瘦滿了 真的真的蠻多的 真的真的蠻多的 那你有因為你這樣修圖 然後被人酸言酸語 然後造成心情 會很不好之類的嗎 一開始有 後來就 拿紅的就蠻開心的 那你現在有什麼理想型嗎 理想型喔 比較精緻型的 對 精緻型的 好啦 謝謝我們的蕭姨 蕭姨 謝謝 大家多多愛她 她很可愛 記得追蹤蕭姨 她是我們的吉祥 對 她是我們的吉祥 肥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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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有請下一位 浩文的朋友 對 來 我自己覺得啦 今天我要介紹的這位 絕對是重量級嘉賓 質感的好不好 有比蕭姨還要重量嗎 好 那個不一樣的重 這個人呢 他跟我一樣 去韓國當過練習生 對 要不多說我們請 他進場 好 OK 歡迎 歡迎 大家好 我叫葉智庭 然後今年22歲 然後我也是莊晉高級畢業 你跟浩文是怎麼認識的 浩文那個時候就是我的學長 可是我在學校的時候 都沒有跟他講過話 對 我第一次跟他講話 是在韓國的時候 對 韓國的時候 一直講話 我們是真的到韓國才真的認識 同鄉人 同鄉人 就只有我們兩個會說中文 互相娶個暖動 就 假日互相噪音一下彼此 就可能一起出去吃東西啊 出去玩啊 還是出去走走走走走 出去 對 那你對浩文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我對浩文的第一印象 就是 因為之前在學校看過他 然後 他感覺就是不愛講話的那一種 很轉 對 你們很轉 又醜又轉 就是 走路的時候手都插口袋 哇 他感覺就是走過 因為 插我一下的那種 我剛剛那次的韓文 也覺得他幹嘛那麼兇啊 然後拍片的時候講話 然後後面 假掰假掰 後面才知道話 對不對 你才假掰 沒有 沒有 那你對他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我對他第一印象 印象就是因為他這邊朋友都滿平的 所以我想說他可能是跟那些朋友應該都差不多 但後來瞭解到發言其實他沒有 他比較成熟 沒裝過他的工作 那我想問你為什麼那時候會想要去當獵師師 那個時候 就是剛好運氣好 有遇到心態 然後他就問我說要不要去參加他們公司的證券 然後就蠻幸運的就有上 選上 你在哪裡遇到心態 就是剛好 因為我們那個學校是表演學校的 對對對 然後就會有很多經紀公司會來學校選的 好像剛好那陣子剛好是他們公司來學校的 對對對 然後留幾次就是比較幸運 所以就有上這樣 那所以你現在回台灣之後 你就沒有任何其他想要往這種目前發展的想法 是蠻想走目前的 只是我也還在看有沒有好機會這樣子 對對對 那我想問在韓國當天你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故事 我有一個可以分享 就是我那個時候是我第一次去韓國 韓國他們那邊就是很多年紀都有 有那種國小聲他們也有 然後呢裡面有一個很小的朋友 他就是可能才國小左右 就是長得很可愛 然後行為也很可愛 就是他會尿床 真的那麼小了吧 然後他還是小朋友嘛 然後他會去跟我們就是哥哥們一起睡 他就想要睡同一張床這樣 好可愛喔 然後就不小心尿床了 所以也不小心讓旁邊的人遭殃這樣 然後後來就是經過那一天之後 隔天他就被禁止 不要一起睡 就不要睡在一起這樣 好可憐喔 可是有一天 可是很恐怖喔 隔天就是因為我睡在下腹 然後他在我的斜前方 所以我看得到他的床 然後我就想說 不是說不能一起睡嗎 然後那個弟弟怎麼還在他的床上那邊 然後結果後來我就問他 我就問那個我朋友 然後他說 你們昨天怎麼還一起睡 他說沒有啊 他說 我說我有看到耶 他說你們不是睡一起嗎 我看到他是在你旁邊啊 他說沒有啊 真的沒有啊 是嗎 他嗎 還是他們另有了引擎 等一下你在BTS公司 你有遇過BTS他們對不對 喔 這個就是比較幸運的一次 因為有時候 可能會不小心看到一兩個 可是我那時候剛好看到 就是全部合體 是什麼練習師看到的 就是因為我們練習生跟藝人是分開的 我們不可以去他們的領域那邊 有動作 然後就是剛好有看到他們一起在等電梯上去 那我們想問一下 那你的理想型呢 我喜歡眼睛大大的 然後雙眼皮 然後長頭髮 中分 然後我喜歡160公分以上一點 我的名票就是我的理想型 好帥喔 那你現在有沒有什麼未來目標或是規劃 規劃就是因為我現在 我剛剛當完兵而已 然後最近我跟我女朋友有一起合作 在經營一個服裝賣場 然後希望可以之後越做越好 到開工作室 到開店這樣子 歡迎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都支持 對 YA 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你看看我們最後這個畫面有沒有好看 哇 真的好多 好溫馳喔 今天是女士大家族 哇 這個計畫可以再拍一集嗎 可以 謝謝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喜歡的話 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 開小鈴鐺 YA 他可以介紹帥哥給我們喔 公司正妹 喜歡哪一個人家想帥哥 下面留言 YA 1號2號3號 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朋友的頻道 掰掰 完了完了完了 BBQ了 真的BBQ了 真的完蛋了